那是玩到 半年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 站稳了 以夫所书六章十四节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静遮胸 信徒与仇敌征战的关键是 要站稳 并且行事为人受真理的约束 靠主的公义活出无愧的良心 叫仇敌无法攻击和控告我们 这世界握在恶者手中 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 魔鬼时刻引诱神的儿女 离开基督和他的道 靠着自己和世上的方法 无法胜过仇敌 魔鬼善于设置网络和诱饵 利用人心的私欲来挟制人 除非人靠着神的道 保守自己在光明中 站稳在基督里 等候主亲自打败恶者 亲爱的主耶稣 感恩你的话语再次进入我的心 让我靠着你的话语 重新得能力 得智慧 得属灵的分辨力 站稳在基督里 面对着幽暗的世界 魔鬼的各种轨迹和网络 我承认 自己是无能无力的 尤其是在年级习俗中 更是把握不住自己 祈求你的话语 时时在我里面照常显大 你的灵光照启示我 赐给我祭邪的心 不让我为了自己的私欲 落在得罪你的地步 请帮助我 依靠你的智慧 站稳在基督里 遵行你的话语 仰望你的公义 保守自己的心 胜过一切 靠着圣灵得胜有余 奉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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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作虎心静折胸 大德旧的盼望 当作头盔戴上 要尽重在株里面牢固定 是你 你们圈切你们的 用爱心格外 尊重他们 也要彼此和睦 要尽且不守规矩的人 念力灰心的人 要尽重在株里面牢固定 是你 你们圈切你们的 用爱心格外 尊重他们 也要彼此和睦 要尽且不守规矩的人 念力灰心的人 让你 Jessic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